哈喽大家好,鱼儿带你看世界,我是鱼儿 今天要带大家游览的是亚历桑那州北部的一座城市 叫做塞多纳 塞多纳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常住人口只有一万人左右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之城 塞多纳最出名的就是这里的红岩 这些红色的岩石在阳光下会呈现出鲜艳的橙色和红色 来到塞多纳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徒步 这座城市周围有大概数百条徒步和山地自行车的道路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徒步路线呢 是这里著名的Cathedral Rock 也就是大教堂岩 塞多纳整个城市遍布着这种免费的穿梭巴士 可以带大家去到各个徒步线路的起点 那我们呢就是把车停在一个穿梭巴士的这个停靠站 然后呢坐着这个穿梭巴士到了这个Cathedral Rock的徒步起点 然后呢从山下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这里的海拔呢大概在一千多米 然后要爬上去的这个落差还是有点高的 并且呢有很多路段并不是很好走 它并没有一个成型的徒步路线 有很多的路段是需要手脚兵用的 从这些岩壁上爬上去 并且呢还是挺陡峭的 那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不仅路不好走 而且阳光非常的猛烈 并且呢气温还是挺高的三十几度 大家出来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 另外呢要带够足够足够的水 爬到山顶呢大家会看见这一块排排 就是徒步终点的排排 那从这里呢可以俯瞰下面整个山谷 虽然说爬上来有点气喘 汗水也是湿透了衣山 但是这个山顶的风光还是非常值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看错这是我坐在悬崖边拍的 这个脚下面呢就是空空的悬崖 这块岩壁是九十度直角的 而且在这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呢 真的有一对父子在骑山地自行车 塞多纳整个城市周围呢 都是被这样形态各异的被风化过的红岩所包围的 在这红岩山头之中有一座教堂 叫做圣十字教堂是建在这个红色的岩壁上的 这座教堂于1956年建成 现在呢已经成为塞多纳网红景点 是毕达卡的地方哦 另外塞多纳还深受好莱坞的青睐 一百年前这里就成为了好莱坞大片的固定 拍摄地 我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呢 就只游玩了这两个地方 建议大家如果来塞多纳的话 还是要多住几天 把周围的各条徒步路线 至少要挑个三到四条徒步路线去走一下哦 关注我鱼儿带你看世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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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